来关注315晚会相关热点 以免费做护理 赠送面膜等为噱头 使出先提价 后降价 店员联合演戏等连环剂 致力将顾客推入高价购买消费卡的陷阱 7月16号 央视的315晚会曝光多家美容院推销乱象 点名可言利尔 可诺丹亭 利斯兰雅 山西太原 润城 诗美等多家美容院 引发关注 央视暗访视频显示 一家名为可言利尔的美容院 以免费护理噱头拉来消费者 美容师一直给消费者脸上涂抹 劝说消费者办下198元的消费卡 按摩不停 吹销布置 第二天 当消费者使用该消费卡时 一位院长出现称 消费者脸上阻塞严重 需要用高端仪器护肤 费用为3万元 最后 销售人员还上演压价戏码 称可谓消费者争取降低到2260元 还称消费者是减了大幸运 该节目还暗访了利斯兰雅美容院 山西太原润城诗美美容院 和重庆可诺丹亭美容院 记者均遭遇以免费为噱头的销售套路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